HELLO 各位Youtube的朋友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Lido 那今天我要分享一個 有關於 EA旗下的一個新的作品 的釋出 那在今天我在Steam上面 我看到了 叫做絕密一次元 之前好像叫 死亡宮頸 之前的 EA旗下的一個工作室 那他後來因為 因為自己去查 那這次的絕密一次元呢 就是所謂的死亡空間 它出現一個重製版 所謂的重製版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重製版就是 有些是畫面在地上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我一定以為不管 反正就是說 今天為什麼我會放這個新聞 這個文章 是因為就是說 一方面我 我看這個遊戲的話 我之前我有玩這個遊戲 但是我是玩之前的 舊的版本 那玩起來的話就是說 這個壓迫感很重 那我相信呢 這個遊戲的話呢 在EA的旗下的管理之下的話 應該是會有一番的氣象 一番的氣象 那他在明年應該是1月 他就正式的一個 正式的推出了 OK 那我們現在先把 這個Focus在另外的地方 EA既然有能力重製死亡空間 絕密一次元 它有沒有能力去重製別的遊戲呢 這值得大家去思考一個問題 你說絕密一次元 在EA的旗下來講 EA旗下有太多工作室了 有哪一間工作室 有哪一間工作室 會讓EA大賺錢的 EA一定會去首先會去重製這個遊戲 是因為現在有太多遊戲商 都在重製遊戲的 這個大家都是 這個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那OK 那今天他會挑絕密一次元 我相信EA他有他的考量在 但是話有說回來的 之前的工作室被EA給搞爛 就是 所以我為什麼 我們有些人會調侃 EA就是一些 工作室殺手 全美最爛的遊戲公司 這沒有話講 那今天你把 你重製絕密一次元 當然我個人是覺得是還 我是覺得蠻酷的 個人是覺得蠻酷的 那我之前看的文章 他有提到就是說 絕密一次元 Dex Space 他是最新的寒霜引擎 我不知道為什麼 當我聽到最新的寒霜引擎的時候 我那個 我這個感覺又上來了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2042 他們也提到說 這個是最新的寒霜引擎 後來被Tom Hedden爆料說 那是用戰地5的寒霜引擎的版本去做的 所以說 這一次你又跟我們說說 你是最新的寒霜引擎 大家去看一下之前 剛試出來的版本的時候 試出來的那個 demo的影片之後 新聞稿又是說 最新的寒霜引擎 OK 今天如果你是說 今天如果你是說說 你是 引擎 寒霜引擎 更新 去重製一個遊戲 OK 這我沒有話講 那當然 你如果說 要把引擎打掉重裂 再去重新製作一個新引擎 再去重新製作一個遊戲 我相信這個時間絕對會 耗費的會非常的久 我舉個例子來講就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那個暗黑破壞神 團隊離開的時候 去做了一個遊戲 叫做 Hell Gator Random 就是地獄之門倫敦 他們有叫暗黑之門倫敦 那個遊戲之前我有玩 然後也是EA發行的 這倒楣 就是EA是發行的 然後沒多久就是 又收掉了 又收掉了 他們就是 製作一個全新打造 就是將之前的引擎 遊戲的引擎 全部打掉重製 去完成 構思一個新的遊戲引擎 去製作暗黑之門倫敦 結果呢 引擎是新的 可是你其他部分 卻是 完成度不高 然後 Bug不斷 然後呢 優化又非常的爛 弄到最後呢 你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團隊 可是你其他 像地獄之門倫敦 他的動畫做得非常好 他的引擎是最新的引擎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然後就收掉了 然後整個負品不斷 Bug不斷 然後一直修 一直修 修到後來 然後就是死掉 就代理 那個發行一張 就是EA 我為什麼敢這樣說 我之前 玩過地獄之門倫敦 我還去買那個 非常貴的版本 我還是買英文版 非常貴的英文版本 這是一個 這就是 已經是一個前車之鑫在這邊了 所以說 今天我看到這個 全面疑似園 他是明年 我記得是明年 明年發生 你看喔 我不要說 我隨便亂講 這邊有講到 全面疑似園 這樣子貴 並且經過全面重置 提供最深的 更生理其境的體驗 利用寒霜引擎 有引擎 強大功能 這款從日本將會另當 他又來了 他又來了 寒霜引擎 強大的功能 大家自己去看 好 玩遊戲的各位 不要認為遊戲引擎不重要 現在有太多 遊戲引擎 比如說什麼虛化引擎 寒霜引擎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 還有包括那個 你看卡普空的 惡靈古堡2 人家就是有辦法 人家就是有辦法 全新塑造一個 非常好的惡靈古堡2的遊戲 打掉重點 他又加了一個新的東西 你才可以做成這樣子 我不相信一夜不行 我不相信 只是看你要不要做而已 只是看你要不要做而已 這個遊戲 我應該是會買 因為我本身喜歡玩恐怖遊戲 但是話又說回來 你的之前的舊團隊 已經離開去做別的恐怖遊戲了 我不太相信說 我不太 你的發行商 你的開發人員已經換了 但是你的發行商還是也 所以說我個人對你這個遊戲的話 我是覺得說我會買 但是我可能會先看評價之後 才過去下手 因為我個人感覺就是說 所以說這一次的 你們的牛皮吹太大了 你們牛皮吹太大了 那 在座各位 你們有看到寒霜引擎 出道最新的哪個版本嗎 我們現在玩的 戰地2042 最新的版本是什麼 我可以跟大家講 你們去英文 我去擺設你們看 寒霜引擎 2042的寒霜引擎 就是目前 現在佔地 挺跟了佔地5的那顆引擎 還是那顆引擎 寒霜3就 就包括了多少 佔地4佔地5佔地24了 現在又包 應該又是包含這個 應該又包含這個 所以說 我不太 我不太相信 你在一個 只是一個 舊版本的寒霜引擎 除非你打掉 變成寒霜引擎 我就不敢說 如果它的架構還是 寒霜引擎3 的話 我不認為 你的畫面 你的 你的 那個 毀滅 畫面損壞的程度 會有多少 我下一個影片 我會跟 在Radio上面 有人就提到了 有網友就提到了 那個 這個 寒霜引擎的問題 下個影片我就會講 下一個影片我講 感謝大家的收音的收看 我們下個影片 持續關注下個影片 再見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